歡迎大家收看時事一丁 我是民主動力的蔡耀昌 現在當然我們繼續說說近期熱門話題 就是李克強來訪港期間警方很多的橫蠻的處理 甚至可以說搞到香港現在好像變了公安治港 很多罵過去幾個星期都暴露了出來 警察真的很划罵 幾天前警務處處長曾偉紅 保安局局長李小光都去到立法會解一解話 我們繼續要把曾偉紅叫做處長 其他各方面包括網上很多花名 各類的事我們這些時事討論節目正經一點 曾偉紅他在立法會答的問題 正如很多網友這幾天或傳媒都說 越搞越發覺就在這裏又講大話 兜來兜去 先不要理會他講大話一份 但整個由當日那幾天的處理到現在 我相信曾偉紅追大家的問題是他真的不明白 作為一個警務人員特別是一個 最高級的一個警務人員的處長 維持治安之餘之餘 其實他還有很多的責任 當然包括保障人權 以及要在維持你的工作時 要令到市民的自由都得到一個表達 這個其實在 你不要講基本法 即是有去講這些規定 民權法的規定 就算警隊自己內部的警察通勵 其實都有講到這方面 即是你這個警察的角色 就不只是做一個公安去做 總之有甚麼治安的保安問題 就怕餐死的話 就像暴風捉影有黑影過 又不知怎樣去處理 即是手都擺錯了 而在保安之餘 你一定要兼顧一個人權自由 但在這裏 已經不要說他有沒有說謊 曾偉紅一路的表現行動 和出來說話 我們就看到他根本完全是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在這裏看我覺得已經是很不稱職 因為你連自己的通勵 即是你要在工作之餘 去保障自由人權 這裏你都不去做 你也當然違反了 即是基本法和人權法裏面的這些自由規定 所以我覺得只是在這裏 就已經是真的要打屁股 甚至不稱職得來 要考慮是不是要兜走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當然你關乎 曾偉紅現在的答覆 包括尤其是在黎港城那件事件 干擾記者的一個拍攝等等 以至當然在香港大學裏面的 種種的問題 就是曾偉紅他都完全是 將個責任推了給別處 甚至就是不知何事突然其來 所以就是警員看到黑影 跟著就有個反應 誰知道就阻礙了記者 這些其實完全都是第一很明顯 就是與事實不符 第二亦都是看得到 他亦都是沒有去處理 其實這些事件的出現本身 就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 都很實際上已經是影響著 一個新聞自由和一個人身的自由 以及一個示威請願的自由 這些基本的權利就影響 就算你是無意出了一些問題 警員在前線工作出問題 作為處長都應該是要道歉 但是連這一步都不去做的時候 我真是很奇怪 為何到現在政府的高層 都不會出來說一句說話呢 當然除了高層的唐英年 說過Totally Wabies之外 有沒有說一些人話呢 有沒有說一些真是從法理 人權的角度去說呢 當然沒有了 所以到了這個階段 都是容霸不能的 我想繼續要去觀察 繼續要去譴責 還有繼續要去篤爆 這個政府和警方 很多種種的一些 危害香港的自由 人權的種種的醜恨 我們繼續是 可能下個禮拜要繼續去說了 大家現在都可以繼續透過網 其他方面去給多點意見 繼續去把事件去炒熱 今天我們就說到這裏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